各位觀眾好歡迎來到NighterSlow的頻道 我是你們的頻道主小葉Night 這期要來講講的還是RO那些事 只是這次要說的比較不一樣一點 要來說的是某些老玩家自以為正確的觀念 詳細我們用言語來說說 以下為不會說是誰 請不要對號入桌喔 一般我們在遊戲中會遇到的無恥行徑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開尾掛 不管是聚集或者是黑窗 會影響到正常玩家的基本上都算是 但不影響的其實就真的還好 第二個就是在地圖放怪的 但這又有分喔 如果你在地圖中遇到外掛 想要放怪搞他的話其實沒有人會說話 但如果你放到活人的話 你這種行為只能說無恥幾點又低能 就像現在的夜聖魔搞新手 同個道理 第三搶怪仔 這種通常都是外掛才會有的行為 但有些活人就是會想要搶那些已經在打怪的人的怪 第四個就是以老手的姿態與技能來搞新手的 如果遇到上面這四種的話也可以留言跟我說一下 那要來說說為什麼我要發這部影片呢 回RO這段時間其實遇到了蠻多人 包含在直播時幫助過我的滿級大佬 還有路人的幫助 但也遇到非常多腦子油炮的 自以為很棒的那種喔 那第一要來說說的就是伊甸人的飛機事件 我在看我直播的都知道我為了省錢與找到賺錢的方式 在伊甸人中有開飛機小幅 一方面是讓自己可以快速的傳送之外 另一方面就是可以靠這個賺錢 但其實剛開始就遇到一些覺得是被搶生意的人 那要搶生意就用技能搞你 直接在地板放屬性領域讓傳送之陣無法開啟 除了搞到我之外連其他人都跟著被搞 這種人就是典型的見不得人家好 在遊戲中都等這樣玩了 可想而知在現實中過得有多悲哀啦 只是應該也有大佬去講了 最後大家還是和平的度過 也有可能是沒有人理他 他就 GG 再來要說的就是最近遇到的 也是在第一部影片留言區炒滿兇的事情 那要先來說說故事 在某個神清氣爽的下午 我開著15等的分身團去移動 進去後沒有人在練等 於是我就在門口打椅蛋 那由於我還在做別的事情 選擇在門口慢慢打 有怪聲就打 不知不覺也就50等了 但也沒有人要練 於是我就繼續放著 有聲就打 繼續忙自己的 就在這個時候 突然聽到聊天室的聲音響了 一個盜賊問都 午茶等了 還在這裡到底要不要練 我就想又來了一個腦殘 但是都要嘴炮了 那就自然嘴到底吧 於是我就說了 那我就練到60等吧 結果可恥的行徑就來啦 他直接放怪伺候啦 那其實我也沒有很在意 原本想說死了就先放著 結果 GG 原本也是沒很在意啦 畢竟對於活在遊戲中的 GG 實在是不配跟我講太多 只是必要的嘴巴也是要回一下 避免他空虛寂寞覺得冷啊 你也是雞 還是這種歐姆雞 你有沒有曾經何時覺得空虛寂寞覺得冷 大家要記得啊 這種 GG 你只要不理他 他最後就會覺得不好玩而離去了 GG 只是我就想看這些 GG 那他給的原因是他看不慣五叉等的人 在這個地圖打怪練等 所以他要當正義魔人來放怪來清 然後覺得自己的行徑非常的棒 我心裡在想不愧是 GG 做什麼都覺得自己很棒喔 那今天我是在移動單純放著練 我沒搶文怪也沒搶人點 畢竟也沒有人要過來練 所以我就慢慢練 那也沒有妨礙到誰啊 那真的要練得好好說一聲 該讓的也都會讓啦 可是照他的 GG 理論呢 他看這樣的人不爽 所以要放怪來弄人 他還覺得自己非常的 GG 啦啦啦啦啦 B 他戴著火球套 買得起酷素枝 也肯定是有本號啊 那開著小號 自己想練等 結果位置變成站走了 就決定放怪弄他 真的是 GG 啦啦 GG 啦啦 GG B 高等不能在低等的地方練等 無恥的老手你有沒有想過 有些裝備不好的就是 只能打一些低等怪過活 因為高等的打不了 只能去打一些低等的 按照你這種理論 是不是去別的地方 看到200的再打100的怪 你也要放怪呢 GG 理論無誤啊 今天他說看我的裝備這麼爛 肯定是窮人 那我也是黑人問號 跟他抱我的行情 他說 難道他有幾棟房也要跟我說嗎 那現在你也看到我的YT啦 我的YT裡面也有拍我家的影片 可是你的幾棟房去哪了呢 出張嘴 GG 對行我知道 要他針對問題回答 直接跟我講 不要跟我說遊戲外 先講遊戲內 欸你這招是不是跟某個政治人物學的 GG 做什麼叫 所以你的意思是裝備差的人 就應該要被你這種 GG 還要說人放枯枝弄你 有在看我直播的都知道 我絕對不會花錢買枯枝啊 浪費錢啊 真傻 GG 那有在看我直播的 我們放怪都是專門針對外掛 當然也有看過我在練等 有人想要練的 我也會放圖給他練等 做人續善良 這也是為什麼有這麼多大佬 願意幫忙贊助裝備贊助RB 看到我練等詞在哪直接過來救命的 也願意過來幫我唱經驗 帶我打鼓負 在此還要感謝各位啊 任玻璃這些GG感情推坑 給一個好的遊戲環境 那要比裝備你看你的本號來 我找幾個大佬來跟你比裝備都不是問題 要比你肯定比不完 那要比現實 你有車有房是靠你自己賺的 我才覺得你有資格跟我講話 以上不是針對其他人 其他大佬還是很尊敬的 但啊為什麼新手越來越少呢 不也是因為一些無恥自以為的老手 整天在搞事情嗎 就像影片這種 別人是放怪 那你是放這種技能的 新手都不用玩了吧 很多人在遊戲中是大佬 現實中只是個屎啊 但偏偏我們人是活在現實中啊 活在虛擬世界的人 像是自以為高等的 GG 課金的 GG 跟酸民 GG 其實大家也都知道 這一些人就是在現實中 經歷過各種磨難的底層 前面不是拿去孝敬父母培養自己 而是拿去遊戲中跟人比裝備 生活中沒有人要跟你聊天 於是只能在遊戲中做一些 GG的事情 引起他人的注意來跟你說說話 好可憐啊 我們需要同情與關懷 我們是有愛與包容的 看看現實吧 你是不是還跟父母住 還是在租房子 每天努力工作賺三萬不到的薪水 今天不是要跟你比同比息的 也不是說跟父母住 租房子約定三萬不好 只是錢啊 真的要用對地方 小課儀勤大課 GG 躲在螢幕後面的 GG 我只能說啊 你媽生你真的白生了呢 那真的不要對她入座啊 我在講的肯定不是你 或者你 還是你喔 GG 以上這些只針對某個 GG 拉拉 GG拉拉 GG B 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是哪位 GG 除了第一部影片留言去找之外 他肯定會來這部影片留言的 畢竟他的EQ很差 要嘴人結果被反嘴之後會直接惱羞 我猜大家肯定會留言 流 如果你們有遇到一些 GG的行為 可以留言或者投稿到我的IG中 我們一起來譴責這些 GG 行為 幫助我還有能有更好的環境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 分享 並開小鈴鐺 B站的朋友 記得幫我一鍵三連 感謝各位 掰囉 支支 GG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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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e geometric拉拉 Gee geometric拉拉 Czy geometric拉拉 Gee geometric拉拉 Geeاز